我想问加息和动态清零 哪一样对港股影响比较大呢? 疫情今年会不会继续拖低港股? 传统收租股又会不会没有运行? 我首先第一件事 因为你讲完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在想 第二个问题没有留意到 先讲第一个问题 加息和动态清零 我觉得加息的影响大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香港正在做动态清零 在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与病毒共存 你看到包括欧洲国家 德国、英国和法国 其实都是不断放宽一些 检疫或者防疫的措施 甚至乎有部分国家 好像有没有记错?瑞士 亦都说抗疫已经完结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留意到 环球计防疫的措施是放宽了 所以动态清零主要针对中国和香港 不过我也提过了 其实香港股市是反映着 香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的盈利和收益 这些公司的绝大部分 都不是港股力 都不是收益来自香港 主要来举个例子 恒生指数 有哪一种是真的收入来自香港 顶尽就是汇控和友邦 但是这两种反反 反正最近就是升的 因为受惠加息 所以其他ATFXJ 内银内险都不是很关香港的事 所以有一个客观事实 作为香港人要小心疫情的发展 但是香港的疫情 其实或者政治环境 政治和经济 除非有突发性的消息 否则不算太影响港股 如果你说我看到每一天的确诊数字都增加 由300变1000 去升到现在4000 你绝对解释不到 为什么港股会由22600 升到24600 这些位置 所以第一个要留意就是 港股的情况是反映着什么 反过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行联系汇率 如果香港是一个经济转差 因为要跟美国去逐步加息的话 是因为经济周期的mismatch 而强行加息 对我们经济有点影响 不过这也不要紧 不过就是对资金的流向 和这个所谓的资金的成本 会有一个影响性 受惠的当然是金融股 但是受惠的很明显 就是说的是增长类型 或者是科技股 所以简单上来说 这一刻大家都发映了加息预期 但是如果加息预期化越慢 比预期化越慢 那个影响性就应该是会大过这个疫情 我说香港疫情的变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冒击 请不吝点赞